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 生命的起源 一提生命的起源 这就是一个哲学话题了 我们从哪里来 一直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话题 所有的科学家都想知道 我们离了解地上生命最 最初是如何发展 而来的 又近了这么一步 科学家们普遍认为 生命是温泉 是在温泉中形成的 但是不确定 这个细胞是如何变得更加复杂 以帮助进化成 我们今天所知的生命体 现在一项研究揭示了 脂肪是如何形成最早的细胞膜 我们来看一篇研究 加州是由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研究人员 他们一种被称为 磷苏化的化学过程 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早得多 磷苏化是我们身上 一个非常常见的 一个化学过程 但是呢 非常的常见 但是在35亿年前 或者40亿年前 你觉得这个过程常见吗 它并非偶然 磷苏化是将包括 磷原子集团添加到分子的过程 这有助于将成为 原细胞的脂肪 转化为更进化的脂肪 使其变得更通用 更稳定 更具有化学活性 这些原细胞被认为是 35亿年前基础生物化学的组成部分 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什么呀 早期地球的化学环境 从而揭示生命的起源 以及生命如何在早期地球上是进行的 研究人员认为 由于磷酸化在全身如此的普遍 这一过程一定与原细胞 形成的早期阶段有关 该团队在实验室中 他们就重现了地球早期相似的条件 什么意思呢 将脂肪酸和干油等化学物质 结合在一起 创造出与原细胞相似的这么一个结构 他们发现在这一时期 原细胞中可能会存在磷酸化这个过程 在实验室中 囊炮能够从脂肪酸环境过渡到临止环境 这表明40亿年前 可能存在类似的化学环境 也揭示了早期的化学物质 是如何准备为地球上的生命 这个发现令人确实是非常的兴奋 我们发现也暗示了大量有趣的物理现象 可能在现代细胞的发展过程中 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离这个生命的起源 又更近了一步 因为我们一直在探索 生命到底是如何起源的 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好 关注气候医生 关注生命科学 我们明天再见